金发碧眼身材挺拔的威廉王子 风里万千少女 所到之处都是迷妹的欢呼 拿着鲜花和情书热情地向王子招手 年轻的王子 此刻成为了镜头下的万人迷 但这却是他憎恶至极的 当下的威廉 刚刚经历了无法想象的丧母之痛 而那场悲剧的发生 还与这些不给人喘息机会的媒体 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在母亲葬礼结束不久后 威廉决定重新回到学习生活中 父亲查尔斯亲自送他返校 不断地询问着威廉的状态 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 威廉刚刚回到住处 射监盖利博士就送来了两批信函 一部分是来自学校的同学 另一部分则来自世界各地 都是向他表示哀悼 威廉看着永远留在墙上的照片 读了每一封来自陌生人的慰问 那份隐秘的情感 将会在内心保留很久很久 再多的慰问也无法抹平内心的创伤 而再回到学校的很长一段时间 威廉注意到 大家都在有形或是无形中照顾他的感受 他只能向每一个人回应 自己挺好的 不久后 女王与亲王即将庆祝金婚纪念日 威廉收到了王室官方活动的邀请 盖利博士告诉他 如果他拒绝出席 相信大家也都会理解的 但威廉却不想要这种特殊待遇 麻木的拍照环节结束后 威廉独自站在窗前发呆 这时弟弟哈里端着茶杯过来 或许此刻在这个大家族里 真正能与他共情的也只有弟弟了 他把杯子里的茶换成了香槟 知道哥哥与自己此刻都渴望逃离 两人来到一旁畅聊着心事 这段时间他们几乎受到了同样奇怪的待遇 大家都过于贴心令他们不适 而等到父亲查尔斯过来时 兄弟二人又立即变得拘谨起来 查尔斯向他们逐一介绍着 待会即将见到的各国国王 听得威廉不由地深吸一口气 庆典活动随着威廉王子的出现 瞬间被推上了高潮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全是花季少女为白马王子欢呼 然而威廉却不像她的母亲戴安娜王妃 能够泰然自若地接受大量的关注 威廉的性格更加内向 对大众的过多关注也感到十分不自在 卡米拉认为 查尔斯作为父亲应该帮助威廉 教诲他如何适应这种情况 但查尔斯认为自己和自己的父亲 菲利普一样都不善于交流 或许这才是王氏父子的教养方式 查尔斯与卡米拉因为那场车祸 也深陷舆论的中心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两人已有几个月没有见面 最终查尔斯还是在卡米拉的劝说下 来到学校关心威廉的学习和生活 并安排了一些活动 希望能够修复父子关系 于是在复活节期间 父子三人一同出访加拿大 但查尔斯却似乎忘了 威廉并不想收到媒体与公众的过多关注 在官方活动结束后 查尔斯本答应儿子们一同去滑雪 为了避免媒体的骚扰 查尔斯答应在出发前 先给一小群受邀记者留出拍照时间 但这却让威廉十分抵触 他厌倦了必须以牺牲作为换取片刻自由的代价 但最终 即使威廉抗拒也无法改变决定 与生俱来的身份 让自由不得不成为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威廉对媒体的抵抗情绪 渐渐引起了王室成员的担心 作为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这样的状态是十分危险的 不久后 威廉就收到了一份女王和亲王的邀请 他在周末来到温莎城堡 却发现等待他的不是爷爷奶奶而是父亲 查尔斯希望能与威廉开诚不公地聊聊 谈谈自那场悲剧发生后 他们避之不及的话题和人物 查尔斯表示他母亲的离开 是一场始料不及的意外 但威廉认为这一切都是父亲的过错 面对儿子尖锐的指控 查尔斯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而此时的威廉还认为自己日益高涨的关注度 如同当年备受关注的母亲一样 让父亲觉得自己被抢进了风头 他认为父亲对母亲和自己都抱有一种微妙的情绪 这场想要修缮关系的谈话 最终在争吵中结束 然而在不久后 威廉意外迎来了爷爷菲利普亲王的拜访 爷孙俩的谈话 从贴在墙上的女星海报开始 显得格外轻松 但在下棋时 威廉却因为心事重重而输掉了棋局 亲王也正是因为担心孙子的状态 才安排了这次见面 为了帮助威廉认清自己愤怒的来源 亲王先聊起了自己的背痛 他表示每当身体各处的疼痛开始时 他并不会去寻找引起疼痛的真正原因 这样会让事情变得简单 而威廉也是如此 或许将愤怒转向他的父亲 会比承认真正令他愤怒的原因来得更容易 菲利普以一个自认为失责的父亲告诉威廉 没有一个父亲在祈祷儿子的原谅时 愿意得到一个杀气腾腾的眼神 希望等到来日他成为父亲时 还能记起这次谈话 最后菲利普亲王驱车将威廉送往海格洛夫 威廉找到花园中的父亲 而这一个拥抱 似乎也成为了三代人 两对父子之间的和解 73岁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走在一片迷雾之中 街道上的人们欢呼雀跃 她亲眼看着自己的花像被取下 而与此同时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 正举办着一场新任国王的加冕仪式 戴上王冠的 正是时任首相安东尼布莱尔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伊丽莎白女王从噩梦中惊醒 一旁的广播还在播报着 首相布莱尔的个人满意调查度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6% 此前王室成员对于戴妃之死的态度 使得王室支持率大幅下降 而布莱尔则在演说中称戴安娜为人民的王妃 两边的不同做法直接影响了民意调查的结果 有69%的人认为王室与普通民众脱节 54%的人认为王室在浪费公众资源 而当问到君主制是否应该以目前的形势继续运作时 只有10%的人给出了同意的答复 听到这里 玛格丽特公主忍不住想象在座的王室成员 展开一项调查 大家都打趣地说道 女王不必为首相的高支持率感到担忧 因为似乎她的每一任首相 都是靠着极高的声望和好感度上台 最终通常却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名声 带着疾病缠身的残躯下台 布莱尔首相自1997年领导工党上台执政以来 以分散权力 开放政府 改革议会 即增加个人权力为目标开展改革 备受人民拥戴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 布莱尔在芝加哥的一番演讲 正式宣到了新干涉主义登上国际舞台 就目前的阶段来看 女王认为首相布莱尔更倾向于关注外交政策 而秘书则在此时告诉女王 作为英联邦的女王 她对各个方面都保持着细致的关注 但以今天的妇女协会活动为例 女王热情地亲自撰写了演讲稿 这一点又充分说明了她是内政女王 我已经长得比我女王的一位女王 有约有250,000个女王的一位女士 在英国的英国 约上是Hull的一位 你能想象一下 一个城市整理的一位女士 女王充满渲染力的演讲 获得了全场妇女的掌声 而此时的首相布莱尔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 纽约时报甚至称她为托尼国王 于是在会见首相时 伊丽莎白也不得不称赞 首相这项了不起的政治壮举 在表达了对首相的祝贺后 女王紧接着说出了王室目前面临的困境 并问出假如她坐在自己的王位上 会如何扭转当下的局面 回去后 布莱尔就此问题 与最亲近的顾问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最终列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首先就是王室透明度问题 布莱尔建议把王室当作一家公关有限公司来看待 初据年度报告 列出业绩 资产和薪水 让英国人民成为股东而不是子民 其次距离威廉三世签署 王位继承法已经过去近三百年 而如今要求审查某些反天主教的条款 这种呼声也越来越高 还有那些浮华礼仪相对于的工作人员 例如世袭的御用训音者 女王的香草撒波侍从 君主的洗手侍从 以及天鹅看守人 布莱尔建议彻底肃清这些头衔 一举消除这些落伍的闲职 或许能够成为成功的公关之举 在听完了布莱尔的建议后 女王一一召见了这些工作人员 了解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 以及这份工作背后悠久的历史 看着每位在介绍时 脸上不由自主洋溢出的自豪与荣耀 伊丽莎白渐渐意识到 这些被大众指责精英主义 浮夸堂皇的东西 或许才是王室存在的意义 人们来到王宫参加授勋仪式 或博士访问时 想要获得的是神秘的体验 希望能够感受到另一个世界 最终 伊丽莎白回绝了首相布莱尔的建议 传统正是他们的力量 尊重祖先 维护他们世代相传的智慧和经验 千禧年初时 新任秘书为女王起草了一份活动清单 并希望这一系列活动在保留传统的同时 也能增加一些现代的感觉 女王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改变 而此时的首相布莱尔 为了巩固他在英格兰中部的支持 选择在妇女协会进行演讲 却违背了妇女协会不谈论政治的原则 遭到了全体成员的抵制 这场失败的演讲结束后 女王伊丽莎白与首相布莱尔再次对立而做 布莱尔表示或许自己这次的过于政治化 就相当于别人描述女王过于王世化 威廉王子高考结束后 弟弟哈利送上了一份贴心的毕业礼物 在18岁这年 威廉顺利从伊顿中学毕业 但在面对媒体采访被问到大学生活计划时 威廉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和与家人商议 他决定先休整一年 在这期间他为自己安排了许多课程与活动 以锻炼自己的能力和心智 一年后威廉在万千迷妹的欢呼和期待下 来到圣安德鲁斯入学 全新的大学生活即将开启 但威廉却不仅有一个24小时陪在身边的保镖 还常常在下课后被迷妹们围追堵截 这不禁让威廉觉得有些吃力 直到这天在和高中同学闲聊时 一个长腿美女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原来是威廉与他同修了一门课程 才进水楼台仙得月 不久后 关心哥哥大学生活的哈利打来电话 但主要关心的还是恋爱的部分 他希望哥哥能够解放自我 开玩笑地说声几个私生子 改变一下继承顺序 让他不要老是保守谨慎 可靠负责又无聊乏味 在弟弟的一番刺激下 威廉当晚就走入了一场狂野的派对 此后他的身边 就多了一个名叫罗拉的贵族女孩 但威廉的目光还是会不自觉地落在凯特的身上 一个人吃饭时 却看着凯特与朋友们谈笑风声 独自游玩泳休息时 在看到凯特进入泳池后 筋疲力尽的他还会再游上两圈 两人一直保持着见面点头问好的关系 没有过多的交谈 直到这天威廉来到图书馆 借阅艺术史的阅读清单时 却发现所有书籍都被凯特先一步借走了 保镖向威廉示意凯特就在这里 于是威廉鼓起勇气来到凯特面前 借由书籍的话题展开了聊天 凯特遗憾地表示虽然自己已经用完 但他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 不过如果威廉不介意的话 自己的笔记可以借给他 威廉自然欣然接受 凯特表示用完后发短信告诉他就好 或者也可以在他的天花板上直接钻个洞 威廉这才知道凯特就住在他的楼上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 而随着聊天的深入 威廉才知道原来两人的交集 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 原来凯特高中毕业后也休整了一年 与威廉参加了用一个远征项目 只是去的时间相隔了一周 就在两人聊得正开心时 罗拉走了过来 显然她对这样的场面有一些介意 于是便开始刻薄地调侃威廉与凯特 两人解释他们只是在上同一课程 刚刚也是因为论文才开始交谈的 就在场面一片混乱时 一位迷妹还不合时宜地过来要签名 这彻底惹怒了威廉 结果威廉刚刚一时冲动的态度 直接劝退了两位女生 威廉本想解释自己不喜欢天天被人关注 自此过后 威廉与罗拉的关系正式结束 与凯特之间也断了联系 直到再次看到她时 她的身边已经多了一个身影 这让威廉终于意识到了危机 她不想与凯特形同落露 于是勇敢地追上去叫住了凯特 为她此前的行为向凯特道歉 两人之间也算达成了小小的和解 但在之后的时间里 不论是情感还是课程上 都让威廉感到十分迷茫 甚至萌生出了退学的想法 这让弟弟哈利感到十分意外 感到自己的地盘受到了侵犯 因为在以往的时间里 她才是那个会搞砸一切的人 作为这个家族中的二号人物 她不能成功甚至不能做一个普通人 另一边 凯特也带着男友回家过圣诞节 晚餐结束送走男友后 母亲询问凯特对这段关系 是否是认真的 凯特表示自己是认真的 希望母亲不要介意 原来凯特修整一年的计划 是母亲得知了威廉的计划后 临时为她改变的 并且鼓励她报名参加的课程项目 都是威廉在媒体中公布的课程 凯特意识到 母亲总在期望着自己能与威廉在一起 原来在凯特还小的时候 曾有一次在伦敦的街头 偶遇了正在做慈善的威廉 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 凯特也成为了威廉的小迷妹 这也让母亲一直认为凯特喜欢威廉 母亲表示她不反对凯特谈恋爱 只是她不希望凯特这么做 是为了向她证明自己 这段话让凯特陷入了沉思 最终在入睡前给威廉发去了一条短信 女人的脚印二级烫伤肿胀 却依然坚持要求侍女 为她穿上华丽的高跟鞋 随后光彩夺目地出现在媒体记者前 去参加她的七十大寿派对 她便是伊丽莎白二世唯一的妹妹 乔治六世的掌上明珠 玛格丽特公主 玛格丽特一生情怒坎坷 于是在摆脱了这么她的婚姻后 开始了多姿多彩的独身生活 整日饮酒作乐放纵自我 然而在1998年 玛格丽特在她最爱的马斯底克度假时 突然感到一阵晕眩 身体也渐渐地不受控制 不久后 远在伦敦的伊丽莎白女王 焦急地接起电话 玛格丽特自己也还未完全反应过来 前一秒她还在派对上谈笑风声 下一秒就进了急救直升机 双手和双脚都失去了知觉 嘴巴到现在也没能完全恢复 导致她说起话来都含糊不清 伊丽莎白立马安排专机接玛格丽特回家 让她接受了更加细致的身体检查 随后医生向玛格丽特阐述了治疗方案 但光靠药物治疗还远远不够 为了预防下一次更严重的中风 医生建议她需要重新审视一下生活方式 并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 不仅要戒烟戒酒 还不能再吃甜食 并且要伴随大量的康复训练 日复一日被约束着的日子 令马格丽特越来越痛苦暴躁 就连打个盹 都会被人误以为她已经归系了 女王为了马格丽特的健康着想 准备取消掉她身上的一些工物 但比起劳累 马格丽特更加无法忍受空虚的生活 她告诉姐姐自己正在快速地恢复健康 于是在休养了半年后 马格丽特又回到马斯底克岛度假 她自信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 准备放肆地享受一场 却在沐浴时再次感到晕眩 双手开始不听使唤 意外打开了开水的龙头 滚烫的开水渐渐地没过她的双脚 但她却根本无法叫出声来 直到朋友注意到浴室里弥漫出的热气 才发现了已经昏厥的马格丽特 这次的意外导致她的双脚二级烫伤 伊丽莎白看着轮椅上的妹妹百感焦急 马格丽特也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屋子里也到处都是扶手 就像老年病人的养老院一样 这时99岁高龄的王太后却表示 马格丽特叹息穿高跟鞋的日子 要一去不复返了 伊丽莎白则建议她做一些柔缓的运动 马格丽特决定要在利兹酒店庆祝她的七十大手 之所以选在这里 也是因为这里曾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到了生日当天 马格丽特公主在此 光鲜亮丽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她起身感谢各位家人朋友的到来 并表示在这段艰难痛苦 如同囚犯一般的时光里 一直支撑着她的是一些美好的回忆 当她想要向大家分享时 其中一晚涌入了她的脑海 女王起身阻止了妹妹继续回忆 五十多年前的那个秘密夜晚 表示马格丽特才是今晚派对的主角 随后致辞为她最爱的妹妹轻生 细数姐妹二人数十年形影不离 相伴相依 在姐姐伊丽莎白的心中 绝不动摇的马格丽特 是她一生的伴侣和支持者 然而不幸的是 生日派对结束当晚 马格丽特公主又一次中风 伊丽莎白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妹妹的病床前 这一次马格丽特公主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 确切地说 她甚至浑身一点知觉也没有 伊丽莎白为她带来了她最爱的果酱馅饼 还有一根非常漂亮的拐杖 祝她能够早日康复 出院之后 马格丽特公主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轮椅 伊丽莎白也时常陪在她的身边 这天老朋友波奇离世的消息 另两人都不禁陷入了伤感 马格丽特意识到 伊丽莎白身边最亲近的人 都正在一个个离她而去 其中也包括了自己 她也舍不得这个还未曾进行的事件 但也不得不提前做一些安排 马格丽特为自己的葬礼 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计划 一一告诉了女王希望能够如愿 这晚姐妹二人 如同幼时一般躺在了同一张床上 伊丽莎白为妹妹读着睡前故事 当书中提到丽兹时 两人都不禁回忆起五十多年前 他们曾在丽兹酒店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晚 1945年5月8日 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议 欧洲战场宣告结束 人们欢欣鼓舞上街庆祝 年幼的两位公主也出逃皇宫 上街感受战争胜利的气氛 马格丽特让姐姐伊丽莎白 自意放任一次 带着她来到了丽兹大酒店 马格丽特很快就融入了愉快的派对中 伊丽莎白则独自来到衣帽间更衣 却在准备回去时 撞上了一位美国军官 带着对未知的好奇 伊丽莎白走下了楼梯 看到了全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楼上的波琪迟迟没等到伊丽莎白回来 带着马格丽特与彼得一起去寻找 然而三人却在楼下 见到了截然不同的伊丽莎白 不再是平日里端庄拘谨公主 而是彻底释放了的花季少女 随后马格丽特也加入了狂欢之中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她们纵情享受直至黎明 姐妹俩手腕着手 一同走回白金汉宫 看 它出现了 是的 天空上升了 我们将来的未来 什么都会保持 什么 你来不及时 我们可以带着妈妈和爸爸 吃饭了 我恐怕 2002年2月9日 玛格丽特公主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享年71岁 在一场主题为大胆的时装秀上 女孩穿着性感 让坐在台下的威廉王子目不转睛 走秀结束后 威廉来到凯特面前 此时的两人都已经恢复了单身 威廉表示刚刚的表演十分精彩 凯特十分直接地表达了情感 威廉也不再隐藏 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后 他们缓缓靠近 然而暧昧的气氛却被保镖打断 太乔行动是伊丽莎白王太后去世的代号 2002年3月30日 王太后在温莎城堡与世长辞 享受101岁 76岁的女儿伊丽莎白随时在策 妹妹与母亲的相继离世 对伊丽莎白女王带来了并不小的打击 然而在近期 法叶兹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 表示她的儿子多迪与戴安娜王妃的车祸 并不是一场意外 而是一场谋杀 采访中的犀利指控已经播出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随着舆论的发酵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她的指控 可能是一场谋杀 此时恰逢伊丽莎白二世登基50周年 她不由地开始担心正在筹备的惊喜庆典 看着比以往更大的庆祝规模 她却害怕现在这个时机 人们并不想为她庆祝 在与首相会面时 伊丽莎白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布莱尔表示这是没必要担心的事情 但如果想要得到切实的保证 可以让一位魅力替补上场来提高吸引力 她所指正是年轻帅气 备受大家欢迎的威廉王子 但伊丽莎白知道 威廉此时也并不好过 法耶兹在采访中的指控 使得警方再次介入了事故调查中 局长亲自上门拜访查尔斯 针对最新提出的问题进行询问 威廉作为母亲生前最后通话的人 也被要求填写一份问卷 在送走了警察局局长后 威廉又被女王召见来到白金汉宫 与她聊聊最近的生活 虽然已经步入了20岁 但威廉依然无法适应整日被媒体关注 而且媒体对王氏的各种猜测 也时常困扰着她 不知真相的公众 只愿意选择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情 也导致她直接生活在了一个混乱的世界里 听到威廉能够敞开心扉 伊丽莎白十分欣慰也十分心疼 她也袒露原本打算 让威廉来协助自己的惊喜庆典 因为她其实对这次庆典还是有些担心 尤其是阳台会众的环节 但鉴于此时的威廉深深被媒体困扰 伊丽莎白还是决定不让她参与进来 因为在伊丽莎白的记忆中 继承王位之前 与菲利普住在马尔他的那几年 曾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所以她也希望正值青春年华的威廉 能够尽量远离公众的目光 而说到了这里威廉也想奶奶坦诚 威廉向奶奶介绍了凯特 也表达了自己对凯特的喜欢 会面结束后 威廉打电话告诉了凯特 并告诉他女王希望有一天能见见她 不久后 伦敦警察局局长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戴安娜王妃车祸事件的重新调查结果 经过访问300多名证人 回访事发当天的多出地点 搜集并检验了600多份证据 还使用了最新的3D建模技术 重建事故发生时的一切 在结束了这场舆论风波后 终于迎来了女王登基50周年的庆典 伊丽莎白与亲王坐上黄金马车 来到市政厅举行午宴 威廉也受凯特一家的邀请 一起在家中观看直播 边看边向大家介绍她所了解的女王 但威廉也觉得女王十分让人捉摸不透 或许这就是保持神秘感的关键 这一番话 深深影响了此刻坐在电视机前的威廉 忽然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于是威廉在午餐后 立即驱车赶往白金汉宫 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 也即将面对阳台会众的仪式 她设想过一万种糟糕的结果 却还是被台下鼎沸的欢呼声深深震撼 随后威廉也来到了女王的身旁 向台下的民众挥手致影 结束了庆典活动后 威廉返回了校园 这一学期 她与凯特以及其他两位室友租了一间房子 伊丽莎白女王也为她送来了新居礼物 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威廉的瓜达曼基亚别墅 王冠最终记 大家都十分好奇编剧会以何种形式 为这封献给女王的情书画上句点 最终以筹备女王的葬礼作为开始 菲利普亲王提出 出于谨慎形势和未与筹谋的考虑 要进一步计划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 但伊丽莎白觉得自己的健康状态良好 且还未满80岁 菲利普表示的确如此 所以他们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计划了 但菲利普却表示根据她的经验来看 这件事情饶有兴趣 因为这个过程会唤起一些意外的情感 随后李一官向伊丽莎白介绍 他们以以故国王乔治六世的葬礼为范本 女王沿着长长的街道模型往前走 最终停在了那具官果的模型前 内心百感焦急 这天查尔斯进攻进攻 撞见了首相布莱尔正英对外战争的态度 受到民众的抗议 查尔斯还记得他上台时是多么风光 但听说在如此情况下 他依然没有要辞职的想法 想要成为第一位连任连任三界的工党首相 查尔斯也意识到自己的话似乎一有所指 立刻转移话题 表明了今天的来意 是为了提出一个早在三十年前就应该提出的请求 查尔斯终于还是说出了口 并且再次表明 卡米拉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一直在英勇面对着一切流言蜚语 查尔斯认为卡米拉的英勇之处在于 一直保持沉默 忠于女王和王室却没有得到任何感激之言 他再次提到卡米拉让自己变得幸福 女王也曾说过 菲利普亲王的存在 给予了她力量与支持 查尔斯表示卡米拉之余自己也是如此 这一次女王没有明确拒绝 而是表示自己会仔细考虑 筹备葬礼的计划还在进行 伊丽莎白面前放着一份厚厚的 伦敦桥计划的出稿 随着每一项具体细节的推进 那个看似遥远的结局 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 首先第一项为之便是时间与地点 会议结束后 伊丽莎白又召见了十几位大主教 向国教征求查尔斯再婚的许可 为了避免争议 坎特伯雷大主教建议 让查尔斯与卡米拉通过明示仪式结婚 然后再获得教会的赐福 而获得赐福的条件则是忏悔祈祷 女王也清楚这场婚姻 会对教会的廉政性造成风险 但她也不希望自己离世后 她的继承人在继承王位是孤身一人 在征得教会的同意后 女王又召见了威廉与哈里两位王子 想知道两人对于父亲再婚的意见 哈里立即表现出了抗拒 但威廉此时却改变了一直以来的坚持 她认为父亲的幸福和稳定 或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所有人似乎都达成了意见的统一 只有哈里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 很快 女王致电查尔斯告知了自己的答复 查尔斯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立即找到花房中的卡米拉 单膝跪地求婚 这天清晨 女王一如往常被封笔手的演奏唤醒 但她却心血来潮 召见了这位御用闹钟 近来筹备葬礼已经到了选择音乐的阶段 她询问是否和合适的封笔曲 封笔手在诸多悼念阵亡战士的哀歌中选择了一首 封笔手在哀歌中选择 封笔手在哀歌中选择 查尔斯与卡米拉大婚之际 竟有传门表示 伊丽莎白女王将在致辞中宣布退位让衔 只因她亲手写了一份 没有第二人知晓内容的演讲稿 猜测的源头还是从女王筹备葬礼开始 正如菲利普亲王所言 随着葬礼计划的筹备 勾起了伊丽莎白内心一些意外的情感 她看着曾经的录像 每一帧都是已经失去的年华 以及王富乔治六世葬礼的记录 或许在不久的未来 自己也将成为影像中的主角 随着情绪的堆积 伊丽莎白的心中萌生了一个从未用过的想法 在查尔斯婚期确定下来后 伊丽莎白决定在宴会上致辞 并且拒绝了秘书尼稿由自己亲自撰写 而这份秘密的讲稿 瞬间掉足了所有人的胃口 查尔斯与卡米拉通话 认为母亲正计划宣布一项重大决定 菲利普亲王与安妮公主见面 对此事也像其他人一样困惑 安德鲁王子与女王一起骑马散心 也没能探查到一点蛛丝马迹 在众人对女王致辞的期待下 时间来到了2005年4月9日 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大婚仪式 然而直到这天 女王仍还在修改她的讲稿 少年时期的伊丽莎白在此时出现 质问女王是否忘了曾经的誓言 年轻的女王告诉年迈的女王 王权是永恒稳固安定的象征 王位是她与生俱来的权利 但选择却是她不能拥有的东西 而此时的伊丽莎白即将年满八十 她认为自己已经成就老朽 不适宜继续主持大局 但在筹备葬礼的这段时间 女王不仅回顾了她五十多年的执政生涯 还想起了年少继位时 她曾经放弃的那个自己 此时的卡米拉与查尔斯 已经在圣桥治教堂完成了祝福仪式 随后在众人秉姓名神的期待下 伊丽莎白女王走上了致辞的讲台 整场致辞以风趣作为基调 用爱与祝福填充内容 简短而精彩 只有威廉注意到她跳过了一页内容 直到至此结束 也没有查尔斯期待的内容 在合照环节结束后 众人都在祝贺新婚夫妻 菲利普却注意到女王离开的背影 最终在教堂找到了她 作为与女王相伴五十八载的丈夫 菲利普早就察觉出了自葬礼筹备开始 伊丽莎白内心的煎熬与纠结 她并没有干涉 只是在此刻告诉她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因为菲利普认为她身后的那些人 还远远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 她似乎已经遇见了不远未来的混乱 但她认为这不是他们该烦扰的问题 因为届时他们就将躺在这块地下 听不到任何尖叫呼喊 最终在那首网格安息把亲爱的中 伊丽莎白走过她的王冠与权杖 走过她已经安息的躯体 与曾经的伊丽莎白温莎告别 与不同阶段的自己告别 最后独自一人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